县原中速镇在县镇总咨询中 对于花莲中南区发展持宽表示忧心 同时指出花莲玉里镇的台九线道路旁的芒果树 影响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及景观 希望县府建设处能够与交通部 重新设计台九线三名至三圈段的规划 同时也能提升周边部落的发展 县原中速镇在县镇总咨询中指出 交通委员会在花莲考察 不只一次针对台九线拓勘部分的路段 对于行道速的设计不良要求公路局改善 尤其是瑞北段无路原石的设计造成车祸不断 以及大雨路段的芒果树 落果造成行车安全的疑虑 在定期会上 希望花莲县政府建设处能够了解民意 能与交通部协调解决相关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部麻烦你帮我放一下我们的影片 好 请县长看一下 每年都是这样 每年就在那边摔 我们往下看 这一个路况呢 路很宽广 可是沿路上都是芒果树 这芒果树倒倒塌塌塌的也一堆 没有人管理 政公所说他没有裁员 本来就又老又旧的各乡镇 我发现我们十三乡镇说要幸福这样的乡镇 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来幸福 我们的行道树一直在我们地方呢 已经造成了我们的一个威胁性 可是呢 我们当初在几十年来 我们公路级所种植的行道树呢 当初可能是比较少规划 反正我有什么树就种什么树 后来芒果树种了一堆 其实开花很漂亮 芒果树结果的时候 很盛旺的时候 芒果树是掉满地的 那你给谁去踩呢 民众不能去踩因为你列管 好现在傅婚级立委也已经把这个行道树 作为交通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谈 结果交通部愿意把我们的台九线呢 作为我们这一次的 作为我们这一次的最大的评估 就是要来改善我们的行道树 为了我们的安全性 为了我们的生命性 好 接下来我们旧的台九线 也碰到的这个问题 因为当初是一起 这个结构是一起 是跟公路级一起种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芒果树 那现在掉满地 结果我们有很多三鲜三民大鱼的 很多农工妈妈 去市场回来骑摩托车的老人家都摔倒 这一两年来摔倒好多人 包括去学校的孩子们骑脚踏车的 孩子也跌到比青年种 我觉得我们应该站出来了 因为每次讲都不知道找谁 好 现在这个芒果树呢 我们希望它赶快移除 你可以种景观树啊 因为现在你那一个公路 公路非常大 七米以上的路 其实这个公路目前的路面也很好 为什么我们不出来 把它当成景观大道 不把它来种更美好的树 就像人家日本 它种了景观大道 种出来之后很多观光客 很多骑脚踏车的愿意经过那里 你还能够受惠以哪里 中平 太平 浊西乡的两个部落 他们那一边有很多 民众都是在那边进出的 而且里面也有很多 很漂亮的溪流 那我们何不串联成为一个观光景观大道 观光景点在里面呢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 希望县福啊 把我们的生命呢 的威胁性呢 把它改化掉 人家毛小孩的生命都那么可贵了 我们人的生命呢 到底现在是怎么了 我希望县福能够辅导 玉璃政公所 把这个景观大道赶快来促成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没有威胁性 让我们跟毛小孩一样 很可贵 在这里请县福注视我们的公路景观 在县政总质询中 中树政议员也指出对北大桥对钢大桥的评估方案 希望能够让乡亲了解最终的方案 以及预理政现有地的活化目前的情况 县福所做当初的评估 当初的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们要让民众了解 不要产生误会 好 那这样子我了解 那我来跟议员说明一下 这个三座桥梁原本 高辽大桥的全宽 它原本旧桥的高辽的全宽是8.6米 那轮天大桥跟玉长大桥都是6米多 那所以这三座桥梁的全宽 原本都不到9米 那在这个灾害复建来复刊的时候 来献刊的时候呢 我们县政府第一次提送到工程会的这个桥梁的 这个经费的概算 我们是抓全宽11米三座桥梁 那在审议的过程当中 因为灾害复建 它有一个审议的作业要点 有一个审议的原则 我们必须灾害复建的工程 要这个符合原功能 那这个原功能呢 到底怎么样算是原功能 在审议的会场当中 大家做了很多讨论 那当然这个 以这个主机总处 这个经费控管的单位来说 他认为原功能就是原本桥梁的规模 就是6米多8米多 那但是因为考量到现在目前的交通的通行 已经不能够跟过去来比 所以说以现在的规模 在审议的过程当中 就由这个公路总局 来评估一个可行的一个宽度 那宽度当初在这个 评估的审议的过程中 讨论的结果就是 双向各一个3米半的火荷车道 再加上50公分的路间 跟50公分的护览宽度 所以全宽是9米 那当天审议的三座花莲大桥 跟一座台东的大桥 四座大桥的全宽核定都是9米 记者连结花莲市采访我到